这道题就是告诉作者 你想要得到的价值 等于你提供的物质的量和质 你怎么能提供高质量的东西呢 那就是热爱它 就是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我喜欢拍视频 和我为了鸡粉为了赚钱而拍视频 那么哪个视频质量会高 看着人会多呢 一个为了入场券 为了看的人交览客户 而唱歌的歌手 和一个用生命去热爱唱歌的人 去唱的歌曲 那一个是更吸引人了 第二个测试 这个大富豪告诉他 你去卖灯泡 卖100个三天 卖100灯泡 第一天他还是没有人买他的灯泡 第二天他想了个办法 就是找一个公寓 他加了一股乔门 然后说我可以帮你免费安装 你要不要买我的灯泡 正好有一个老妇人 他说我刚有一个羊排 因为我怪了 就是我自己因为换不了 你帮我换一下吧 然后他就把这个老妇人换了灯泡 这个老妇人买了十个 而且跟他聊天 就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跟这个老妇人聊天 然后就一下子话夹子打开了 于是他就跟老太太 他认真地听 这个老太太 他英语不好 但是他也认真地听 那老太太很感激他 我们去他聊天 他就说 他那个这个任务 卖100个灯泡的任务 然后这个老太太说 那我来帮一帮 我们一起去卖 就跟他一起敲这个公民地理的安家 一户敲 结果很快就把这100个灯泡都卖出去了 回来之后 这个大售号表扬了就惹 于是告诉他 如果想要赚钱的话 一定要学会做营销 营销有五个原则 第一个是要 绝对要卖出去 我在心里决定下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第二个是让人信赖 因为贼没俗养的 那不行 要真诚 给人真诚的感觉 第三是要用感情 给人一个实用感 体验 就是用了你这个东西 会有什么感受 或者是会变成什么样子 让人有这种想象力 用了你这个东西之后 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第五个是契约 最后的契约 有很多人前面听着 听好听好听好 好想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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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还是算了吧 那就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所以最后的契约技巧 一定要学 签约签约的技巧 这个是营业的五个原则 推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自由人和不自由人 如果你想成为富豪的话 那么你就要 有自己想成为自由人 那怎么才是自由人和不自由人呢 你上班的话 就肯定不是自由人 那你像税理师还有律师 他们有很高的薪酬 还有医生 这么的都多 但是他们还是要上班 他们还是要 或者是自己做生意 自己做生意的话 那你每天要看电 每天要 不能离开自己的家 或者电 这都不叫自由人 自由人就是可以一边环球旅行 一边用的前进 这就是自由人 我想你们都想成为自由人 所以那继续讲 怎样成为自由人 如果想成为自由人的话 那么就要 首先要知道钱的 嗯 钱的流通 就像河流一样 如果首先要努力的赚 赚 就是要多工作 就像刚才就 今天做不自由的人 多赚钱 赚完了钱之后 要聪明的时钟 聪明的时钟就是节约 怎么叫节约 不是说 不是说吝啬 吝啬和节约是两个概念 而是说只买需要的东西 而搞清楚需要的东西 和想要的东西的区别 自己的欲望 和你确确实实是必要 必要和想要 买必要的东西 然后 如果你这样子有一定额度的话 你要学研究税的问题 然后守护自己的财产 嗯 接下来就是你要去学习投资 投资就是 买房买股票 还有现代国还有什么 那个比特币之类的 就是这种投资 如果你不投资的话 按小时计算 按工作计算的话 那你永远都很难成为自由人 再就是 分享 分享 然后多去捐赠 你的财富不能一个人 转在手里 让它不会越来越多 要分享 分享之后 这里放的 那里放的 然后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让水流 有多条河道 会成大橋 属于你的 最后变成大海 就是钱就像河流一样 如果你要在大河的旁边 挖一个坑 挖一个渠 这个渠是属于你的 然后如果你要这个渠道的话 只是一个水坑的话 那么水就会漫开 漫开的话就会发洪水 大水冲了 沿岸 所以你要挖了一个渠 有了之后 然后调要挖更多的渠 然后让他们大家一起汇集 汇集在一起 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你要拥有自己的 商业 自己的 自己的商业底部 就是自己的事业 首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比如说我喜欢 我现在喜欢努力 我喜欢给大家讲述 找到你喜欢的事 然后学习 你事业需要的知识 比如说我现在喜欢拍视频 那么我都要学我怎么拍 然后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 从小的 怎么说 不要一口吃个一胖着 一点一点的发展 给自己小的目标 小的目标 不要 就像我现在 我坚持 拍 看一本 给大家讲一本 不要想一下子就讲得非常完美 创造自己的赚钱的体系 就是比如说像洗衣房啥了 你不用看着 它自动就有人去投币洗衣服 就是你不用看电的系统 给你赚钱的系统 还有像这个视频的话 我不在网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限定打折 只有你 才可以拥有之类的 像类似于这样的话 再过一百年 还有 文化 各种文化不同 各种文化 各种国籍 的人都喜欢 这三句话 就是限定 只属于你 打折 听到这三句话之后 大家都会给你买单的 就是 给客人利益 那么客人就会把利益变成钱来回馈给你 事业 就是我愿意付钱买你的服务 这就是 事业的开转 寻找可以提供给别人的价值 所以接下来就是目标设定 没有目标的方便 就是无地方式 设定目标很重要 首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开开心心的目标 目标一定要具体细分 十米跳台看上去很吓人 但是如果你要坐三十个台阶呢 一个一个台阶上去的话 并不恐怖 然后要想目标达成时的 奖励 和目标失败时候的惩罚 那么我要收到一百斤 我就奖励自己一套漂亮的衣服 那我要是 没减成功的话 要怎么惩罚自己呢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所以 你接下来要想象目标达成时的开心的样子 我穿到了那个漂亮的礼服 大家都 大家都 惊艳的样子 然后具体化 你要实现目标的 成为自由人 在海上 吹着风 然后 银行 数字 前一个劲的 马上涨 要具体化 具体化 最后一步就是 行动 最关键的 一切 都是铺垫 真正能让你改变的 就是行动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想做梦 那么就去睡觉 如果你想实现梦 那么就去行动 接下来讲夫妻关系 为什么大口号要讲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呢 因为 如果你俩一婚了的话 你挣了那么多钱 老婆要分一半的 所以 夫妻关系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 遇到问题了 要当场 当时 当天 解决 不要拖延 特别是 有的时候男人就喜欢 有事情 也不想解决 就是拖拖拖拖拖 就拖黄了 但女人就 想要把事情 说明白 说清楚 这样的话才能解决 灯尾上解决问题 所以有事情 一定要当天解决 不要拖 越拖 问题越大 第二个是 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 两个人百分之百 说清楚 不要有隔阂 然后承认 在一起 整个世间上有那么多人 只有你 你们两个人 认识了 结合了 那么就是一个奇迹 承认彼此的存在 就是奇迹 并且感谢对方 自己可以取悦自己 不要去埋怨对方 说你 因为你 不好 所以我要不好 自己要取悦自己 不要去埋怨 缓进埋怨别人 特别是自己的老婆 老公 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 夫妇之间是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接下来就是 自我印象 自我印象 就是我们 你看 那个照 集体照的时候 大家都拼了命的 找自己 在集体照里 看我在哪儿呢 我又在哪儿呢 我姑娘在哪儿呢 人就是最让的在意自己 但是在在在意自己的同时还总是责备自己 怎么责备自己 这个做得不太好 这个我要是更好就好了 今天我又这个又忘了 明天我那个又忘了 他总是忘了 总是因为太过在意自己 所以你过多的期待自己 责备自己 这样的话 这是自我印象非常低 就是准确到自己 低人一等 就没自信 这样的话 钱也不会来找你 钱会找自信的人 所以要自我印象 要提高自我印象 每个人都会有成功的机会 而机会只有一次 那么他是属于自信的人 所以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知道 还有他最后讲了 一些如果你成功了的话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比如说健康啊 家人啊 就是你有钱了 不要说会来店里 然后就是这个 如果一个人运气太好 那么他接下来运气就会不好 所以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平衡 平衡 如果想学习更多 关于运气的掌控 那么也请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关注 分享 谢谢 欢迎你订阅我